你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走来 你从五百多年社会主义走来 你进入东方的智慧 你洪耀真理的光辉 和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你们的相遇写下最美的答案 如今这里参观的人很多呀 你看这不全都是年轻人吗 是 老师好 我们正在写生 能否当我们的模特 让我们为你们画一条相像 哦 要画像 咱俩 好 马克思先生 如今你是二女二三年了 我们是想画出二老今天的模样吗 哦 今天的我们 莫非变了个人不成 这个说不好啊 时代不同了 当年您周游列国花了多长时间呢 我和我的弟子们去魏 曹 宋 齐 正 晋 陈 蔡 楚等国 大概花了十四年 您曾经去的那几个朱后国 现在不过是河南 山东那几个县市 您的第一段旅程从鲁国 京卫国到曹国 现在只要乘坐鲁南高铁 五十八分钟就到了 哦 不可思议啊 我曾经在伦敦牛津街上的一家玩具店的橱窗里 看到了一条电动蒸汽铁路 当时我就感觉电力时代的火车会比蒸汽时代的先进了许多 现在来看 果不其然 时代在发展 你我也在发展 马克思先生 我倒是很期待这幅画呢 来 我们讲堂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是连绵不断的 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历久弥新的 而马克思主义呢 也一直在不断的中国化 时代化 早就具有了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 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呀 就从第二个结合的结果开始 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说法 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 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 从民本到民主 从九州共冠到中华民族共同体 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从富民后生到共同富裕 中华文明别开生面 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 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哎我们经常说别开生面 别开生面 别开生面这个成语 王老师你知道来自于哪里吗 应该是杜甫的诗吧 对对他来自于杜甫的一首诗 杜甫当年呀写给画家曹霸 里面有这样一句 灵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 那么这个别开生面呀就比喻 开创了新的风格形式或者说是局面 那么夫子我就想问您了 您有没有预想过中华文明 今天会进化到现在这样的模样呢 两千多年前我的学生子张 曾问过我这个问题 他说实事可知也 意思是经过实事以后的事情 您知道吗 我的回答是商代的礼仪是从下代来的 又减掉了什么增加了什么是确定的 周代的礼仪是从商代来的 又减掉了什么增加了什么 这也是确定的 以此类推别说实事就是一百事 我们也能推算出来啊 您这个观点很了不起 认真考察历史就能从中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并以此推演出未知的东西啊 夫子这叫历史损疫法 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就能看出这种变与不变来 我们先来打开一个十分重要的文本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序言第一句话写着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这句话意味着现行宪法从历史中国延续了一个相同的问题 这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如何有效的进行组织和治理呢 如果我们往前追溯 从秦绿 汉绿 唐六典 大明绿到大清绿绿 虽然古今之间阶级立场不同 法律条文不同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维护大一统的中国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依然延续了两千多年来的单一制国家形式 这不正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吗 六河同风 九州共冠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没错啊 古人呢因为科技的局限认为天原地方就像是一个碗倒扣着 碗下面叫天下 四边是海叫做四夷 中间这块呢就叫海内 那东南西北加上天和地就叫六河 天最大 天上的事呢由天管 地上的事由天的儿子来管叫做天子 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 把天下分为九个州叫做九州 纵观中国历史六河同风 九州共冠的大一统文化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 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长经 古今之通一也 我们党当年在这个二大提出过准备是搞这个联邦制并且是搞民族自决的 那么为什么后面没有这样子做呢 那是因为我们又在大胆的去探索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去自治更能够利于我们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容 形成这样一个大一统大团结的民族局面 可以说民族去自治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伟大的创新 对我们这个文明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是按照血缘来划分 我们是一种文化的认同 有个少数部族啊 土耳呼特部 十七世纪的时候呢 为了躲避战乱西迁到了福尔加河河畔 在那呢生活了一百多年后啊 还是毅然要东归 沿途历经千难万险 最后只剩下五分之一的人 最终呢还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是的呀 我们看到这个秦汉唐元明清都延续了这种大一统的思想意识 到新中国成立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为站在人民立场的大一统 所以我在这强调呀是站在什么呀 人民立场的大一统跟封建的大一统还是有区别的 那我们今天没有搞邦联制或者联邦制 那么今天的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和睦共处 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而且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 跳出数千年来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的两个答案 那这两个答案呢就是人民民主和党的自我革命 这正是九州共冠别开了生年 刚刚啊张老师说到了要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答案提到了人民民主 夫子还不知道您一直倡导的民本思想也在今天别开生面了 哦愿闻其详 我们先卖个关子啊讲个有关周立王的故事 周立王要把山林川泽都归他所有 不许贫民砍柴余力 还派人偷听诽谤他的人 国人相遇都只能道路一幕 结果国人暴动就把他推翻了 此后周定公和少木公联合贵族等一起行政 开启了周少共和 那时候中朝还开设了外朝执政 凡事均以万民的意见为主 尊重国人的意愿 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天下都是周立王的 怎么他要一片山林却会被暴力推翻呢 好谢谢 这是因为天下围攻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 我们看古代的政治制度 总是蕴含着皇权与府闭机构之间的分制 比如秦代的三公九卿制度 那到了汉代有成熟的监察制度 唐代的三省六部制还有宋代的二府三司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都体现着对皇权的制约 没错 我就规定皇帝签批的文件 也必须经过中书门下审核盖章才能下发 从公元前841年的周少共和到历代皇权制约的演变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协商政治的雏形在历史的长河中诞生发展 这意味着传统文化并非只有封建专制 共和的理念始终存在于传统政治理想之中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共和 虽然强调的是人民民主 与周少共和中的贵族共和主体不同 但仍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百多年前我就设想过新中国的样子 巧的是我那时候给中国起的名字也有共和二字 中华共和国 马克思先生高瞻原主 我的学说被总结为内圣外王 大家看圣的繁体字 上面一个耳一个口广开言路才能称王 这说明我们传统文化的基因里就有协商的因子 这也是周少共和成为美谈的原因 夫子 今天的中国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 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您追求的为民做主 我们今天是人民当家做主 您说的周少共和呀 他不过是少数几个人 少数几个贵族 少数几个统治者们的协商 而我们今天是从全国广泛的选出人民代表来协商 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有262万人 全国的政协委员也超过了60万人 我们的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 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没错 果然是周虽旧邦其命为新啊 夫子第二个结合带来的新变化还远远不至于此呀 比如古人讲万物并欲 我们今天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也是传统文化的别开生面 带您去看一个地方吧 这里是纯安 湖泊旅游第一线 浙江首创的生态特区 第十九届杭州亚运会赛区 本届亚运会的突出特点是绿色灵碳 本届亚运会中所有的电力来源都是绿色的 通过区块链全程可溯源 为亚运会供电的是嘉玉关的光 新疆哈密的风 全程灵碳的亚运会 管外是青山绿水 管内是青丰绿电 十年来 纯安在生态保护的直接投入 达到了112亿元 生态的保护与旅游的火热相辅相成 展示着生态特区的独特魅力 刚刚这里是 我们刚看到的是浙江陈安 在春秋时属于吴越 哦 完全不像蛮夷之地了 不但不是蛮夷 这里还是共同赋予先行示范区 2005年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在考察安吉时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新时代以来 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 历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的变化 2020年9月 中国还明确提出 2030年碳达峰 与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双碳目标 刚刚我们看到的 纯安在区 就是一次零碳的示范 你们了不起 我在伦敦生活了34年 那时候的伦敦 是名副其实的物都啊 1852年12月5日的时候 格局院正在上演着茶花女 观众入场后 发现根本看不见舞台 被迫散场后 伸手也看不见五指 水路交通 因此 瘫痪了整整五天 正是西方社会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 建设生态文明绝不能走 先污染后制里的老路 世界上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部门 就诞生在咱们中国 早在三皇五帝时期 就有一个叫鱼的部门 后来发展出山鱼 川横临横等 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那个 河掌啊 林掌 那这个部门呢 也一直延续到了清淡 不只是部门 下雨的时候 已经有了环保立法 一周书大剧篇记载 大雨在任时 曾颁发了一条禁令 春三月 山林不登府 已成草木之掌 下三月 川泽不入刚谷 已成鱼鳖之掌 中国向来讲天人合一 万物并欲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中华传统文化 果然博大精深 几千年前 就懂得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这跟我的学说是相通的 我的战友恩格斯就说过 不要过分陶醉于 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这是真理 前不久呢 我看了两篇报道 一篇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 这篇报道说呀 说地球的自转轴心 已经向东移动了31.5英寸 而移动的原因呢 就是轴心偏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你都想不到 它是因为我们今天 人类大量的抽取地下水 另外一篇报道呢 是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发布的 说7月4日 全球平均气温达到了17.18摄氏度 这是人类 由统计以来全球最高平均气温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异常的现象 越来越多了 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据说一百多年来 人类科技发展远超过去几千年 我相信聪明的人类 也一定在太空中寻找另一颗备用的超级地球 太空中呀有很多的 不值得了 更好 不值得过去几千年的 跟视频 也想到您怎么办 second 这一段时间 他就更说到 我们在一半 看到蜜蜜蜜的 如这么多 一段时间 做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曾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最近还在往别人的国土上输送极数炸弹 还有就是日本往大海里排放核污染水 我们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 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正是中华文明在今天的别开生面 那么经由第二个结合带来的别开生面呀 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 就是共同富裕 那么说到这个问题呀 马克思先生最有发言前 对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资本主义制度下 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 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 劳动生产了宫电 但是给工人生产了 彭射 官子说过 万民之不智 贫富之不齐 我也主张 不换寡而换不君 不换贫 而换不安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蕴含着 富民厚生 毅力坚固的经济伦理 只不过呀 我们现在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 我们是要把蛋糕做大 还要把蛋糕分好 对分好 对 其实我们都不用走远 就看一看湖南湘西 湘西呀 有一座著名的矮寨大桥 投入十四亿 那也攻克了许多世界性的难题 耗时五年才建成 但政府为什么还要建呢 就是为了帮助湘西大山里的人们 能够连通外面的世界 脱贫致富 你看现在啊 精准扶贫 首畅第十八栋村 村民人均的年收入 从2013年的1688元 增加到2022年的23505元 那很多大城市呢 都没有的 可以给手机无线充电的 5G的智能路灯 十八栋村都有 没想到 我的学说 能在中国大地上 得到如此成功的实践 真是倍感欣慰呀 马克思先生 您的主意传入中国以来 中国共产党人 不断始织中国化 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您的主意呀 在当代 在21世纪的最新模样 就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我知道 世人公认我为 千年第一思想家 在我诞辰 二百周年的时候 你们还梳理了 我的学说 的发展历程 我把社会主义 从空想 变成了科学 列宁同志 又把科学社会主义 从理论 变为了现实 而中国共产党 让科学社会主义 在21世纪的中国 焕发出 强大生机活力 据说 有些国家和地区 就难以做到 将马克思主义 本土化 这个问题 在我们中国大地上 做到了 确实是这样 为什么呢 你看在中国 我举一个很有趣的案例 我是山西人 你到山西 有一个寺庙 一个非常美丽的古建筑 叫玄空寺 我去过 他供了三个大神 对 哪三个您知道吗 这个我太知道了 因为我高中讲课的时候 教材当中 那个插图 用的就是这个插图 中间的就是释迦牟尼 然后两边的就是 我们的夫子 还有老子 我们当时讲 就是三教合一的融合 所以你看 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一个特征 儒家思想 道教 法家 和佛教思想 是合一的 比方说 你看中国古代的君子 年轻的时候 积极要去考取功名 想入室 这时候儒家战 诸岛 中年试图坎坷 被皇帝贬到边缘地方去了 这时候道教 战状 开始避世了 对 采取东篱下 幽然见南山 再比方说 或者是中年遇到坎坷了 是吧 妻子 亡顾了 这时候他有可能就是佛教思想 战主岛 王维 对 他很出世了 是不是 讲空无了 所以对于当马克思主义的 这个唯物史观 传入中国之后呢 中国人接受起来呢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 是的 所以这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你看我们中国人 我们讲哲学 我们是超越的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为什么今天如此富有生命力 我们看到在文化上 我们的中华优秀环统文化处里面的 唯物主义 我们的辩证法思想 都和马克思主义有着什么 非常重要的契合性 有契合才能结合 有结合才能融合 才能最终互相成就 嗯 确实是互相成就 我和恩格斯设想的 人类社会美好前景 不断在中国大地上 生动展现出来 而真正 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的 还是你们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祝贺你们 谢谢马克思先生 当时习近平总书记 还说了一句告慰您的话 可以告慰 马克思的事 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 成功走上了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 康庄大道 中国共产党人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 忠诚信奉者 坚定实践者 正在为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 而執着努力 夫子 这里面也有您的功劳 习总书记 在您诞辰 2565周年的时候 也强调过 只有坚持 从历史走向未来 从延续 民族文化血脉中 开拓前进 我们才能做好 今天的事业 所以 只有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 我们才能 无枉而不剩 通过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 成为了中国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成为了现代的 两位先生 可以说是 互相激发 互相成就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刻阐释 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时说 马克思主义 推动了中华文明的 生命更新 和现代转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充实了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 推动马克思主义 不断实现 中国化 时代化的新飞跃 这种结合 不是拼盘 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 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 造就了一个 有机统一的 新的文化生命体 那么 我们如何成就 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呢 感谢二位先生 一起期待下一集 故本开心 越来越多的民众 特别是年轻一代 热衷于走进博物馆 并分享打卡体验 这本质上是体现了 民众对传统文化的一种 认同和渴求 这本质上是体操活的一种 词曲